现在的所有东西在我来看 太表面 太直接了 我其实明白老师说的意思 确实就是在那使大劲的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我就是一个挺直给的人 但是今天的这个编曲 我个人来说我也非常喜欢 如果我说一句更直接点话说 就是可能过去这些年 你参加的所有的综艺 涉及到这样的舞台 你大部分的时候都采用了这种 比较强硬节奏的编曲 如果您说我今天极客距离 每一次出现你都是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太好了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 如果说我是一个 人都说不出来你什么样 那我得多难受 我干嘛去了我 梦梦哥 因为我是所有老师们的歌迷 因为我很喜欢听歌 所有老师们都非常非常多的代表作 和非常非常明显的音乐风格 但是我发现到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唱着唱着 我就开始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出现 就是一个歌手有他非常明显的特征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刚才也想说这个 因为我知道极客和西林 包括我们所有老师都是对舞台非常 我们非常认真 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上面唱歌的机会 都是很宝贵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歌手真的很难做 我们也想每次出来都能够用我们最立的那把刀 或者是最吸引人的东西去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世界 可是你去唱唱唱唱唱你会发现按照你的感觉的时候 大家会说你怎么一直唱这个风格 就是我也很想让老师们教我们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做 其实刚刚能听到周深他提出这两个问题 我内心是很感动的 当然我觉得答案是因人而异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但我想对周深说 其实你的存在 你在华语乐坛的存在 不就是刚刚你提的问题 那个很好的答案吗 你的代表作不就是非常的细腻 并且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吗 所以我觉得在华语乐坛 大家真的可以就是去看到各种百花齐放的现象 也听到各种各样好的作品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那个耐心去发现的眼睛和耳朵 还有心灵